CH09,那我們就可以建立底下的那個類別 比如說9-1-1 那這裡面的話,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 特別注意就是說,它上面一定會有個package名稱 然後呢,組類別一樣,底下有一個older類別 older類別裡面呢 我們也有一個older status的類別 這個class,這裡面就有一個類別 那它的這個刮符,特別注意 刮符呢 剛好是在這個裡面 這邊到這邊 然後,一樣這個older status裡面呢 也有個建構詞 建構詞,就是類別裡面有個建構詞 然後呢,也有成員的變數 也有成員的方法 那,等於是說在older裡面有一個older status 那像這樣的結構呢 就是所謂的巢狀類別 那巢狀類別裡面的話有哪一些重點,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呢 第一個巢狀類別 是在類別 擁有其他類別的宣告 在外面類別成為外層類別 內層的成員叫內層類別 然後呢,潮狀類別強調類別之間的關聯性 內層類別一定需要 外層類別 因為你如果沒有外層,那就等於是一般類別了 那如果外層類不存在的話,那當然內層類別也不存在 這個我想是基本的 其實這關係 也有點類似啦 就是說像回圈有內回圈外回圈 那有兩層的回圈 那基本上你要記得 比較重要就是那個刮斧的位置 外層的刮斧在這裡 內層的刮斧在這裡 而且開頭一定是class 這個有點像 因為在 class裡面的 fung的多半就是 有這樣的陳述呢 有實作一定是什麼呢 一定是方法嘛 那方法有void 或者是說有function 有function就有return 但是它又不是一個方法 它是一個類別